另外要帶您看到 就是中東的情勢非常緊張 伊朗跟美國之間 現在看起來是越來越緊張 而且連英國都被拉進來 我們要帶您看 之前伊朗跟美國之間 就是伊朗先擊落了 美國的無人機 後來美國也擊落了 伊朗的無人機 你來我往 現在是英國在前一陣子 扣押了一艘伊朗的郵輪 那現在呢 伊朗也扣押了一艘英國的郵輪 甚至呢 伊朗還高調公開了 我是怎麼扣押你們郵輪的 特勤人員搭著直升機 然後錘降的畫面 告訴全世界 怎麼樣我就是這樣 扣押了英國的郵輪 非常非常高調的 直接跟英國嗆聲 現在看起來 伊朗是完全直接擺明著 槓上了西方世界 那美國忍無可忍了 我們來看 怎麼個忍無可忍法 不排除跟他打一架 好我們來看到真的要開戰嗎 為什麼可以這樣大膽預估 我們來看這樣的一個空拍畫面 這個是中國所拍到的畫面 這個中美貿易戰 中國美國反而關係也不是太好嗎 我就把你謝你底 謝你老底 我們來看到 這是中國拍到的一些空拍畫面 他就發現了 這張照片 好那什麼照片 因為其實這個美國在沙烏地阿拉伯 美軍基地已經關閉了16年 最近被中國拍到了這張畫面 已經關閉的美國基地 你看看 不是關閉嗎 關閉怎麼會出現飛機啊 難道是模型飛機嗎 不是嘛 而且呢 從人家去專家解析說 這是F-15的戰機耶 而且呢 你看看 他這個顏色不太一樣 14架F-15是淺色塗裝 然後還有12架F-15是深色塗裝 哇 看到了戰機又再度進駐了 哇 看起來 在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重啟他的美軍基地 感覺就是直接直指伊朗 因為靠近伊朗非常近 所以現在看起來 光是這張照片就覺得 很有可能 現在呢 已經是直接要嗆下伊朗 你再不乖的話 小心我戰機都已經進駐 那另外呢 我們帶您看到 這一位也是在白宮當中 比較主戰派的 我們看到了波頓 那波頓呢 在這個英國扣押了 伊朗郵輪的時候 還發推特 然後呢 發了一個推特說 天啊 這真是大好消息 所以呢 我們就看到了 現在呢 這個英國 美國 跟伊朗之間的關係 非常緊張 有沒有可能 在沙烏地阿拉伯的一個 這個 美軍基地重啟之後 隨時有可能擦槍走火 帶您快來看 軍用直升機盤旋 特種部隊大舉垂降 英國郵輪史丹娜帝國號 郁劫實路 伊朗官方高調 大公開 誇張的是 英國郵輪其實有 護衛艦隨行 照樣不是伊朗 軍方的對手 不滿美國發動經濟制裁 伊朗近期 一槓上西方世界 就在六月份 兩度以侵犯領空為由 把美軍無人機打成碎片 讓全球最強勃的元首 快要記詐 我認為這是很難的 如果你想知道真實 我認為 這可能會是 柔軟和愚蠢 更難堪的是 美軍無人機被擊落是事實 自稱對伊朗懷疑顏色 擊落伊朗無人機 卻慘遭打臉 伊朗電視台公布影片 顯示無人機 全程鎖定郵輪後 順利返航 根本沒被攻擊 這上這回 在英國海軍眼皮底下 把整艘郵輪帶回家 軍事專家分析 伊朗軍隊的實力 恐怕早已超越美國預估 及其情商近期關係 漲到冰點的 沙烏地阿阿博 時隔16年要重啟美軍基地 由於伊朗官方近期動作頻頻 先是加碼濃縮又庫存 接著連續對英美出手 會不會讓區域紛爭 演變成軍事衝突 以及引起全球重視 在新聞樸綜合報導 在他身上的封信 在其他網路上 封信 銀人 封信